憑什麼啊 做警察就可以這樣對懷疑喔 超商前傳來激烈爭吵 發生警民衝突 剛剛你是強制要收我口袋是不是 你強制要摸是不是 來 你強制要摸是不是 你強制要摸是不是 男子指控警察無故亂搜身 還直接伸手摸口袋 氣得錄影要存證 你不用這樣跟我講話 我只是問你說 你剛剛我不同意你說我口袋 你憑什麼動我口袋的東西 我只是懷疑 合理懷疑說 怎樣叫懷疑 怎樣叫懷疑 是咖啡包 原來是被警方懷疑藏毒品 男子更火大 那這樣就好了啊 來 這樣就好了 撿起來 你丟的你自己要撿起來啦 撿起來啦 先生 憑什麼啊 男子自證清白分出口袋 把零錢全部丟地上 卻要求遠景彎腰自己撿 槓上遠景狂嗆到底憑什麼 男子見警方靠近時 就把手中物品立即放進 右側口袋中 舉動引起警方的懷疑 沒有違禁品卻被亂搜身 被污衊 火氣大 竟然丟錢要圓景撿 離譜行為也讓人傻眼 記者宋佩晨 郭怡貞 高雄報導 我是戴麗剛 也是氣象專家 18年的氣象主播位置 告訴你最準確的天氣訊息 當然更重要的天氣內容 就要鎖定我們中式氣象台 更多的新聞信息內容 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